洗好了 吃吃果 看 原来 快尝尝 她 她 她怎么会在这儿啊 这是小沈啊 小满的好朋友 来看小满的 我 我认识她 她是个老变态 又老 又变态 伯父 我们俩其实认识 我们不一个学校的吗 对对对 之前呢 因为小满的事情 展岳对我有点误会 不过有一点我得申明啊 虽然我比小满大四五岁 但是 我一点也不老 你 你给我出去 展岳 展岳 跟谁喊呢 这是干吗呀这是 顾大叔 她 她 她 没礼貌呢 小沈那是我请来的客人 在我们家 好好地住些日子的 她住在家里 顾大叔 你搞什么呀 我 你连大门你都不让进 你让这个老变态住家里 我再声明一次啊 我可不老 这是重点吗 我觉得是重点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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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展岳 是这样啊 人家小沈是正大光明追求小满 所以我呢 就给了她一个考察她的机会 你呢 整天除了翻墙啊 打架啊 就是满嘴给人家家起外号 你说是你干过一件靠谱的事没有 今天要不是看你 跟着姚拉一块来的 我连门都不让你进 不许再对小沈这么说话啊 再这么说话 你就回你们家去 顾大叔 我 你 你 你刚才说什么 什 什么 什么 考察 对啊 考察一下小沈 能不能做我们小满的男朋友 不是 爸 你胡说什么呢 没有这回事啊 我爸瞎说的 我 我 我不管 我也要进入考察 我 我要和他竞争 展岳 你怎么什么热闹都瞎走啊 我不是帮你呢嘛 你就不怕这个老变态 趁这段时间用什么手段 把顾大叔给骗了呀 我得说明啊 我可没什么手段 我呢 只有一颗真诚的心 那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这我说了可不算 得看伯父 愿不愿意给你机会 展岳 如果你也想让我考察你呢 也可以 省得你爸呀 老说我是偏心眼 对你不公平 就看你这次 做的事靠不靠谱了 保证完成任务 来 伯父 我再给你按一会儿 顾大叔 我今天肯定帮你自我好了 土耳朵 让我们渣瞎 爸爸 反正确哥 忍习 习生受你的 个误 May 您不敢 喝 展岳也是白痴 不行吧 咱们今天 咱们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不行 伯父 我超有诚意的 胡大叔 我超级靠谱的 小马 别烦了 我受不了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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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马 小马 您就慢慢享受吧 原来 我的 去 去这儿 你